那狼队对阵ZETA的第二局12半场啊 千算万算没算到他是一个八卦 我说脏狂有观众说疯疮 想了半天分析了半天 结果是一个什么呢 单腕流配八卦 那可能是拘禁狂之类的 拘禁狂然后抗性要带吗 抗性可能都不一定带 这个邦邦拿出来 怎么说呢 就是看机械师看小果冻的机械师 机械师找到的快 邦邦保平真胜 机械师找不到 找到的慢 抓人节奏起的慢 穷者保平真胜 整体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行吧 也没有说这套阵容 邦邦完全打不了 我觉得邦邦还是能打的 还是能打的 就是 看他能不能顺利的找到机械师 或者找心理呢 也行 找心理嘛 节奏稍微 因为球者这边机械师肯定会干嘛呢 跑点的嘛 肯定不给你机会的嘛 所以 机械师在那边跑 我这边追一个心理 你两个人不休机 邦邦也能接受 对吧 我这边追着你心理 然后呢 干嘛呢 我待会传送 落地秒 机械师也可以 连炸没炸到 这边的话两块板子都已经下了 他这边还是带着踹板 还要带着踹板 炊火5秒钟 炊火5秒钟 这边可能要传吧 如果说 有机会传的话 这边在看 他在看的同时 炸弹加刀都落在了这个心理头上 古董商过来 保一手 一棍 没捅到 连 这一波虽然说古董商 没有能够捅到 或者甩到这边的邦邦 但是也是给到了一定的威胁 传送过来 当一个小位移用 反向给你压 因为双十一这边 这个点位的板子 我已经破掉了 所以这个点没那么强 连炸 炸上 再补 换老师 再补一炸 遥控雷的话 这边CD是好的 丢个雷 先封住这边上小船的口子 再补 漂亮 这个邦邦的熟练度还是高 但是 大家可以看到外面的密码机 密码机总量加起来 人挂上的话 密码机总量加起来 已经超过三台了 这个密码机的量 对于邦邦来讲 他只能在这波防守过程当中 打一个过半 或者救不下来 双倒都不一定拦得住 穷者的四轮开门战 人挂上已经三台半了 就差最后一台了 还是前期抓人 换老师这边也没有给到机会 就古董商那一波 一保 换老师进了双十一 这个节奏就拖起来了 这里的话 穷者选择卡死一波就 艾尔夫这边手里面也没有传送 你有传送吗 这时候传送出去对吧 打一波可能还好说一说 这卡死一波就 只有这一手 炸弹加震慑的机会了呀 十几秒钟 要么就是这边干嘛呢 直接传出去 传出去 传送落地秒个人 也有一种 也有这种打法的 忽必跳过来 一炸 两个人来就 这么求稳 两个人来就 那真没办法了 一炸加震慑也不行了 这里的话 机子好像不够 因为他们是两人来就 所以说就是 分了一部分修机的 那个效率过来 这样的话 需要看这边487的一个打架 牵起来 古董商没敢过来 诶 等会儿 然后这边的机子还不够 突然又不打了 这边的话是 而且怕什么呢 怕这边帮帮传送落地秒人 他们95的机子是娃娃在修的 娃娃没电了 67的机子是机械师本体在修的 机械师这边的话 怕被传送 因为这边帮帮挂飞心理学 传送落地 如果说秒掉这个机 也是帮帮直接翻盘 多抓 甚至有可能四抓的 刚有观众说三棍用完了 我倒是没有留意到 他那个棍的那个余量 那波棍子用掉以后 确实有可能的 他的那个棍子CD没起来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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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直播间还是卧虎长龙 很多时候我没有留意到的一些细节 观众帮我补充一下 突然就能想得通了 这样的话 这边 娃打掉 机械师点位暴露 帮帮手握一个传送 而且他是什么呢 他是背靠着你们最后一台遗产机 往前顶 所以穷者这边要去补这台机子 还得绕过去 绕过去的过程当中被帮帮看到的就是一轮狂轰乱炸 连炸 有没有 没有 487 而且穷者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被消耗道具 一刀打中了 那会不会一个遥控的一带走 帮帮这边的话应该会 时刻注意着这台67的遗产机 时刻注意这台遗产机 因为他手里有传送 谁敢碰这台机子我就直接传送 所以是穷者得外面重新起一台机子 报 没报到 继续看密码机 继续看密码机 穷者这个时候机械师得在外面重启啊 绕过去修这台机子不太合适的 这个修机子的话帮帮传送落地 完全有能力秒人 因为这个机械师现在手里面什么道具都没有 我觉得他们得再再重新开一台 这台机子不能抢啊 这台机子这么抢啊 容易出事啊 抢了9% 先一波炸 有块板子 机械师的话这边双弹直接拉开 倒还行 他敢抢的一个很主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边有块板子 你传送落地下来 我这边是可以直接翻板子 那帮帮的话这边应该是 继续压这台机子 拖出自己的一个新的传送 还行还行还行 这波比我想要做好 外面的话也重新起机子了 遥控雷 连炸没有能补上 外面的机子兴起 帮帮在这一波过程当中 应该还能消耗一下傭兵 狮子的一个护币 机械师这边也来过来给压力 两个人状态都还行的情况下 过来分摊 邦邦 慢慢拖就好了 拖出自己的传送 当然他最希望的应该是 把这边傭兵的护币再消耗一些 傭兵的护币 如果能再消耗一些的话 就更舒服了 然后外面的密码机抖动的话 邦邦看看会不会天外飞仙 一颗遥控雷把这个古董伤给秒了 有这个可能性吗 因为他现在应该是注意到 这台机子在动了 然后两个人的位置其实全明的 那这个在修机的是谁呢 就是古董伤 古董伤是四分之一血线 一颗远程遥控雷 有没有说法 好像没有 他这边的话应该是想要在开门站 抓这个没有太多牵制能力的机械师 然后保稳 先求个平 再加上自己手里有个传送 有可能可以去争一个爱 这边板子都已经下好 大家注意到没有 小果冻这一把他一直没倒的原因就在于这两块板子 然后这边还有地窖 傭兵手里俩护壁 这两块板子真的很值得学习啊 你怎么样才敢站在邦邦面前 我有板台 然后 我 可以第一时间利用这个加速跟你拉开距离 连炸 那边的门倒是还没有摸上 所以这个地窖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Elf这个邦邦的炸弹 大家可以看到数量度还是非常高的 跟我们国内的这些 大陆赛区的顶尖邦邦 我觉得不相上下 一个在我眼中 或者说可能我们观众应该也会有同感的 这个机械师他怎么敢去这样补机子的 原因就在于那块板子 你传送过来 我知道了以后 第一时间翻这块板子拉开距离 包括最后 为什么机械师敢往邦邦脸上走 就是因为我背后有一块板子可以这样加速 保了个平局 很精彩 感谢观看